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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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检查的时候 婴儿正熟睡着 不哭也不闹 可是那名女子却偏偏要给孩子喂奶 这个举动更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接着 警方在车辆的后排座位上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一男两女带着三个新生羊儿神色紧张 车里又没有任何的婴儿用品 警方决定将三个人连同三个婴儿一起带回派出所所进一步的调查 这个时候 警方发现三个婴儿有些不对劲 经过检查 有一年孩子正在发着高烧 这么小的孩子又发着高烧 正常情况下 父母怎么可能带着他们出门呢 于是 民警赶紧将孩子送往医院 同时对轿车司机进行了询问 司机说 他叫蔡莲潮 55岁 是云南省乔家县人 他说三个婴儿是一个临时搭车女子带来的 他所说的搭车女子 此时正在隔壁接受警方的调查 才蔡莲潮说 我想去成都打工 他说他要上成都来 然后我们就问他会去上来 他说今天 我说我就跟他的车上去成都去看看 搭车人说他叫郭迅英 31岁 是云南省丽江人 郭迅英说他和蔡莲潮是临时认识的 并承认三个婴儿中有两个是他的 因为刚当上母亲还没有太多的经验 他说是应该是他自己的 他拿出他的相关的书生医生证明 他不能出事 我买完美的娃不能带出来 我要带出来 他也比较不大 虽然郭迅英的表现十分反常 但他和蔡莲潮的说法还算一致 没有太多的出入 可另一名女子所说的情况 却和他们不大一样 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人叫阿豪 她就是最早引起警方怀疑的女子 阿豪交代 这三名婴儿其实都是司机蔡莲潮带来的 他和郭迅英只是帮忙将婴儿带到成都 再转送到福建去贩卖 民警从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中发现 蔡莲潮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婴儿了 在掌握了初步证据后 蔡莲潮等三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羁押在看守所 而被解救的三名婴儿 此时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在医生的救治下 三名婴儿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 而贩卖他们的三名嫌疑人 在看守所里继续接受着警方的调查 显然蔡莲潮在有意回避警方的询问 不愿意交代自己的上险和下险的情况 就在这时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蔡莲潮 突然收到了一个 从四川省西长市寄来的包裹 包裹里面就有衣服 只有衣服 没有其他东西 当时把这个包裹拿过以后 这个包裹面移失去了 看不清楚几贤人 和他那个决签停止 通常情况下 被拘的嫌疑人 受到亲属寄来的衣服 十分正常 但是蔡莲潮 为什么要把包裹丹 撕得粉碎呢 这个反常的举动 引起了民警 这个是调整的吗 调整的马在这儿 哦哦哦 这个人是不是叫马悠虫 这个时候几间人 几间是名字 叫马悠虫 好意思 蔡莲潮一口否认 给他寄包裹的这个马悠虫 和范英有关联 但是从他撕碎包裹丹的 这个举动来看 警方分析 他还是没有说实话 蔡莲潮的婴儿 都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下尖是谁 还有这个西昌的马悠虫 到底是干什么的 石棉警方把案件的协查 通报给了西昌警方 希望能找到这个马悠虫 打开案件的突破口 四川省西昌市 距离石棉县有200公里 2011年7月21日 就在街道石棉警方 协查通报后不久 西昌警方也截获了一起犯应案 发生事故的是一辆黑色轿车 车里除了一对夫妻外 还有一个不齐而的纸箱子 现场的民族在纸箱里 发现了一名 期待还没有掉的女婴 把婴儿藏在纸箱子里面 这显然十分反常 面对警方的询问 男司机承认 婴儿是他和妻子 从西厂买来 准备贩卖到山东去的 而这名男司机 正是石棉警方 要寻找的人 男的姓名的名字叫 妈油冲 女的名字叫 罗林翠 她们都是原来 是乔家乔人 妈油冲 就是石棉官就抓获了 五官买的男人 叫一个 蔡联潮 他和蔡联潮 和九九 都是亲亲 一哈 这种男子就 传在一堆了 原来被石棉警方抓获的 蔡联潮 竟然是 马有丛的舅舅 而马有丛交代 在此之前 他和妻子 总共贩卖过 四名婴儿到山东 而他的舅舅蔡联潮 除了向福建 贩卖过婴儿之外 还把孩子 卖到了河南的地 在掌握了 马有丛的供食之后 石棉警方 再审蔡联潮 卖在附近的四国 卖在山东的时候 六国 河南的五国 平平山的一国 另外的两国 是在西厂 一共是二十二国 中路交代 十五七年 另外交代的 十名 探户成员 这十名探户成员 现在都住在西厂 租住它 开门 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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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在一起 赵住 主族团 将十名探户成员 全部抓获回来 通过图盛 关门婴儿的一个团户 中共交代案件 二十三期 刺激婴儿 十五米 案子到了这里 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于这些婴儿的来源和去向 目前警方还没有完全摸清 而对于截获的这些孩子 他们都是来自四川省西昌市 于是警方就在西昌市 大面积寻找丢失的婴儿 这一找 还真发现 有人丢了孩子 金沙江畔的云南线 地处四川和云南交界 丢婴儿的人家 就住在金沙江畔的村子里 在这里 你坐在哪儿啊 啊 你坐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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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在的 出去晚上不见的 睡觉我出去看洋田水 看水下灌我的洋田 我等短了嘛 几分钟短了嘛 我就不见了 丢失的婴儿叫涛涛 才三个月大 因为父母都是职障 平时都是由七十多岁的奶奶照料她 经过DNA比对 在已经截获的 包括蔡莲潮携带的三个婴儿当中 并没有发现涛涛 指一哈 睡得哪一只 想接 娃娃当时就放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盖器的 卧室里 警方发现了一枚足迹 经过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入室盗墙婴儿案件 我痕迹反应应该是从这个门子 搬上去的 你看一下 高头高头有没有的足迹 或者其他痕迹不在 有 上面发现了一枚足迹 那照相固定一下 好 在他们家这个赛楼上 就发现了一枚足迹 同时呢 在中央现场 婴儿被倒在这间房间里 也发现了一枚足迹 那火塞楼上的足迹 相同的 那么初步判断 应该是一枚足迹 足迹分析表明 嫌疑人是翻越了院长之后 直接进入了卧室 偷走了婴儿 警方分析 嫌疑人对现场环境应该十分熟悉 目的性很明确 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好大年年 大个二十多三十多 是外地人吗 是北地人 都人不得了 人不得了 然后 村民们反映 案发的头一天下午 村民黄文祥曾带着一个外地人 在案发现场周围 逗留了很长时间 黄文祥在这个时候失踪 更加深了警方 对黄文祥的怀疑 为了防止婴儿 被贩运出席尝试 警方在沿途进行了设夹检查 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奶奶撕心裂肺地 呼喊着被盗走的孙子 人贩子陆续落网 被拐婴儿 历经劫难 三名被拐儿童死亡 四川五五犯一案 侦破即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孙子丢了之后 老人和民警一样 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 而民警通过几天的排查得知 嫌疑人黄文祥 已经悄悄地 前回了家中 于是民警再次来到了 黄文祥家 向他缉拿归案 得到消息之后 民警立即前往西昌市火车站 展开解救 被人贩子卖掉的涛涛 幸运地回到了家 但是失眠警方 从菜联潮手中 解救下的三名婴儿 还没有找到父母 而贩卖他们的菜联潮 也说不清婴儿的具体来源 就在这个时候 西昌警方又结获了一起犯阴案件 当天晚上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监察 买了一个大黑菜 刚停下以后 就有一蓝一粒 就是蓝了在前面 然后你把那个小孩在后面 就准备 黄关短短地准备上黑菜 然后我们就跟蓝下来了 蓝的先人叫李星平 然后流行先人叫李少翠 那么还有这样一千年感觉 我们一监察娃娃 一样没期待 开载 然后这个一烧锤 根本就没这些人 扑出去扶女的一些特征 然后娃娃肯定不上了自己身体 经过突审 警方获信 李星平是要带孩子到河南去贩卖 而李星平和马有虫等人 还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蔡联潮 马有虫 李星平 接连截获的三起犯鹰案件 嫌疑人之间 都有着亲属关系 这让警方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一个相互关联 家族式的犯鹰网络 而网络的核心人物 就是蔡联潮 那么 这些被贩卖掉的鹰儿 如今到底在哪儿呢 市民警方 再次提审蔡联潮 警方发现 蔡联潮大多数的鹰儿 都卖给了河南一个手机尾号1616的人 但是自从蔡联潮落网之后 这个电话就再也没有打通过 市民警方立即将这一线索 通报给了西厂警方和河南警方 请求协助调查 这天 西厂警方在正常检查的过程中 截获了一辆河南牌照的面包车 在外面把手机回来 警方截获了一名婴儿和三名嫌疑人 杜公森 河南人 声称自己是来四川旅游的 否认犯鹰的事实 但是警方很快就从他的手机中 发现了线索 揭穿了他的谎言 发现他 说 适用的手机 归号是这个摇楼摇楼的手机 发现的手机 就是这个四面乌南街 蔡联潮和过去 曾经练习的手机 送过婴儿岛一番钱 买给这个手机的持有 经过蔡联潮等人的指认 这个杜洪森 正是蔡联潮在河南的下线之一 蔡联潮的被抓了过头 现在断活了 这个生意没有人家 就只有自己亲子到西藏来 亲子买瓦带回去 再进行贩卖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掌握的蔡联潮 范营网络在不断的扩大 除了警方已经截获的六名婴儿之外 还有26名婴儿 已经被贩卖到了 福建 山东 河南等地 案情被迅速汇报到了 四川省公安厅 这一系列案子 被统称为 五五犯婴案件 我们发现 拐卖妇女儿童 向家族化 网络化 职业化发展 方向发展 而且涉及到就是 除了我们还涉及到 山东 河南 福建等多省区 发现这一趋势以后 我们及时向公安部做了汇报 由公安部来统一签的 然后我们相关省市 一起就是共同协调 公共开展工作 由于二十多名被买卖的婴儿 涉及到多个省区 所以公安部在听取了 四川警方 关于五五犯婴案的汇报之后 就将其列为公安部 督办案件 而且在成都呢 召开了专案协调会 在全国范围内 调兵遣将 部署抓捕和解救工作 很快各地就传来了好消息 煮饭菜链草 他做事 车划着贩卖银耳店 店银上家下家 扶责主持南台人员 民送银耳到一地进行贩卖 从前的最新造物的情况下 我们排行不散复了 从前面造型的时候 其他人 有一些是需要外地来抓捕的 真空的 对大会办的意见呢 就是我们掌握的线索 和嫌疑人的情况 都要秘密侦查 来窝清 拐卖犯罪网络的情况 随着各地案件 侦破的迅速推进 福建 是五五案件的 婴儿拐入地 根据四川警方的侦查线索 福建警方 很快就掌握了 翻译网络 在福建的贩卖情况 警方查明 这个五五翻译团伙 具有跨区域作案 分工细致的特点 有人负责拐卖 有人负责运输 有人负责贩卖 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 随着调查和审讯的深入 五五翻译团伙 涉及犯罪嫌疑人 增加到了一百多名 涉及被拐卖 拐卖的婴儿近百名 抓捕条件已经具备 2011年11月30日零时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 四川福建等地的公安机关 对翻译团伙展开了 同步收网行动 福建莆田 警方展开了抓捕 林金妹是翻译团伙 在福建的下县之一 他晓得 有两名婴儿被贩卖到了梅州岛 2011年11月30日上午 参战民警来到了梅州岛 对被拐的儿童进行了解救 与此同时 一个是牙巴 一个是牙巴 一个是弱智 他不会生小孩 知不知道买孩子是犯法的 哪里知道 他有证明 还有各种各样登记都有 我怎么知道 他是晃晃的 据买家说 当出卖孩子的时候 他还和卖家签了协议 他以为双方有了协议 就不算违法了 根据公安机关的初步调查 这个孩子是今年7月份 由三名四川级犯罪嫌疑人 带到福建来出卖的 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 还留下了一个字据 这个有嫌疑人的名字 我们已经连夜部署 四川公安机关 来抓捕这个犯罪嫌疑人 接到福建警方的线索之后 四川梁山州警方 很快就锁定了 贩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 这里有四个 就在门口 那边有警察 然后我们去 上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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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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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忧 都可以动 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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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 警方在解救中发现 由于这些婴儿刚出生没几天 年纪太小 再加上长途的奔波饥饿以及生病 已经有婴儿死亡的事情发生 很多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 在贩孕被拐儿童的时候 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 通常给被拐儿童灌服干棉药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在这次集中行动中 警方发现 有三名婴儿在被拐卖的过程中 已经不幸死亡 对于这三名被拐儿童死亡的原因 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 对于在犯应过程中 自被拐儿童死亡的犯罪嫌疑人 将依法从众惩处 福建先由张金燕的儿子儿媳 结婚七年一直没有生育 其实本来可以办理正常手续 到福利院合法领养一个孩子 但是张金燕却在2011年7月 花了58000块钱 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了一名男婴 随着犯应团伙的漏网 孩子被警方解救了出来 张金燕也不得不吞下 自己酿成的苦果 一定有关一定有求 还不明白 真短 随着集中抓捕解救行动的旋律 陆续刀案的犯罪嫌疑人 有不断的供出了新的涉案人员 和被贩卖的女儿 截止到目前 55专案组 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有罪处的三人 增加到了406人 解救被拐婴儿也达到了132人 如今 这些还没有找到家的孩子 都被警方安置在了各地的福利院 公安部要求各地 凡是对收买的被拐儿童 要一律解救 送福利院来临时安置 同时查到他的亲生父母 这个政策的调整 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买方市场 通过让买主人才两况 来威缩这个市场 谁也没有料到 当初十年警方 从一起交通事故当中 偶然发现的一体犯鹰案 居然能够挖出 这么大的一个犯鹰团伙 其实 还有很多被贩卖的孩子 没有被发现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发现 有一次被拐卖的孩子 请您及时和当地的公安机关联系 帮助这些孩子们早日回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谢谢